大家好,欢迎来到沉香醉梦,关注身心健康,创造美好生活,我是小梦。 未婚妻对我百般羞辱,但其实我根本不爱她,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我要攻略她。 后来我的任务完成,她却红着眼苦苦哀求我,求我不要离开她,还问我能不能再爱她一次。 苏小姐,你想多了,我心里从来没有过你。 不,不可能,你是爱我的,只要你能回来,我为你做什么都愿意。 她大声嘶吼,全然没了之前嫌弃我的模样,我看了看远处的人,正在吃味地看着我们。 苏小姐,如果没别的事的话,请你松手,我的爱人看到会吃醋。 陆修,今天把我皮鞋上的红酒舔干净,我就放你走,赵洛宇摇晃着手里的红酒杯,像看一条狗一样看着我。 站在一旁的是我的未婚妻,苏诗月。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两小无猜,等该是天作之和。 可惜后来,苏诗月,你就是这样跟别人联手羞辱我的吗? 苏诗月为难地看看我,又看向赵洛宇。 苏诗月,你跟我说过的,你说你只爱我一个人,我今天就要让这小子知道,敢跟我抢女人,是什么下场,赵洛宇说着,就拽住我的衣领,恶狠狠地盯着我。 要不就说狗吃屎的时候别拦着他,不然他会以为你跟他抢屎吃。 这边动静很大,餐厅的人纷纷望了过来,甚至还有人拿起手机开始拍照片。 诗月,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我现在还是你的未婚夫,你就看着他这么羞辱我吗? 不知道是哪里说的不对,苏诗月的脸一下子就冷了下来。 陆修,你把洛宇的鞋舔干净就行了,又不会少一块肉,赵洛宇闻言,松开了拽住我的手,觉得赢了我似的,得意地对我说。 陆修,我也不亏待你,只要你把我的鞋舔干净了,我就给你三万块。 怎么样?这对你来说,可不是个小数目。 陆修,你怎么这样啊?人家上次看中的那个爱马仕的包包,你还没有给我买呢? 哦,原来在苏诗月眼里,我的尊严还比不上一个爱马仕包包。 月月,回头我就带你去买,我先替你好好教训这个陆修,省得他在这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系统,我现在对着赵陆宇吐一口谈算违背剧情发展吗? 当然算,你现在就是一个懦夫的角色,要让苏诗月彻彻底底厌恶你。 很好,只要违背剧情发展,我就会心计气短。 哼,推,我直接喝出一口陈年老黄谈吐在了赵洛宇的脸上。 黄色的谈带着热气,在赵洛宇脸上缓缓移动。 赵洛宇怒怒言争,浑身哆嗦地用袖子迅速擦掉了脸上的谈。 陆修,你他妈的,老子杀了你,说着冲过来就要打我,看样子是气得不行了。 不好意思啊,违反了剧情规定,系统的惩罚迅速开始,我顿时捂住心口,嘴唇发白,整个人都在发抖。 连要冲过来打我的赵洛宇都发现了不对劲。 陆修,你他妈的穷到这份上,装什么装,居然敢讹我,心里绵绵蜜蜜的疼,仿佛针刺一半。 我忍着痛意,朝赵洛宇璀璨一笑。 下一秒,我整个人口吐白沫,晕倒在了地上。 失去意识前,我看到一个倩影朝我这里快跑过来,明明看不清楚脸,可是他眼里的担忧却能看得一清二楚。 我在医院醒来,顿时闻到一股刺鼻的消毒水味道。 睁开眼,看到了苏施月和他的父母,还有豪华的VIP病房。 小璐啊,你终于醒了,这次的事我都知道了,是施月他对不起你,苏叔叔站在我床边,抱歉地看着我。 一旁的李阿姨脸色很不好看,这俩孩子还没结婚呢,哪有谁对不住谁。 谁不知道有人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最后一句话他越说声音越小,可在场的人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苏叔叔叹了一口气,也没斥责他,我真是有苦说不出啊,我也不想对苏施月死缠烂打,都是系统逼我的呀。 苏叔叔拍了拍我的肩膀,你好好休息吧,这段时间会有专门的护工照顾你的,说完,一家三口便极有默契地往门口走去。 对了,苏叔叔突然转身,似乎是想到了什么,跟施月一起送你来的那个女人,你认识吗? 好像是故事集团的千金,你的住院费还是他交的,故事集团。 我印象中并未认识什么故事的有钱人啊。 不认识,没印象,苏叔叔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便走出去了。 苏施月的23岁生日宴快到了了,苏家有钱之后,做事喜欢搞大排场, 每一年都会办一场隆重的生日宴。 苏施月往我并床上扔了一个包装袋,包装袋上有个显眼的爱马仕的logo。 我打开包装袋,发现里面是个鳄鱼皮的包包,心下瞬间了然。 苏施月懒懒地躺在椅子上,语气带着点讽刺。 这是洛鱼给我买的包,价值13万块钱, 我生日的时候你就把这个拿出来送给我,别再送些丢人现眼的东西了,我沉默地低下了头。 还记得上次他的生日宴,我还满心欢喜地省吃俭用了一个月,才给他买了一个迪奥的包包。 我知道他虚荣心强,所以选了个牌子货, 可是我也就是个普通的金融分析师,刚到公司实习,哪里有那么多钱。 只好给他买了个迪奥里最便宜的包,花了两万块钱。 结果赵洛鱼送了他一个卡地亚的钻石项链,两人在众多亲戚好友面前将我的尊严狠狠地踩在了脚底下。 也许是觉得自己的态度有点过分了,苏施月的表情有些不自然, 你别总做出这种垂头脏气的样子,谁叫你爸妈不争气呢? 你也看到了,洛鱼他对我可很好,那么爱我,但你也不是没有机会,我心里也不是完全没有你。 嗯,我知道了,我假装欣喜,心里却很是不屑,毕竟我早就知道苏施月的真面目了,怎么可能还继续喜欢他? 该死的系统,偏偏要我攻略这样的女人,不过没关系,等他们这个狗男女结婚了,我的任务也就结束了。 苏施月,这位就是你的未婚夫啊,苏施月身边的朋友,上下打量我,发现我浑身上下没有一件名牌后,眼里露出了鼻的神色。 苏施月没出声,但是脸色也是相当不好看了。 我深吸一口气,在心里告诉自己,快了快了,忍忍就过去了,可还是忍不住咒骂了一遍操弹的系统。 给你的生日礼物,我将那个装着包的爱马仕袋子递给苏施月。 周围人看到了logo,纷纷起哄,让苏施月现场打开来给大家看看。 苏施月配合地打开了包装袋,拿出了那个鳄鱼皮包包,并且发出了一声喜悦的惊叹声。 谢谢你啊,陆休,我淡淡地给了一个微笑,回应他的演技。 唉,等一下,这不是上次赵陆宇带你买的包吗? 人群中有一个男人疑惑出声,瞬间如同一块巨石,激起千层浪。 众人纷纷看向他,询问怎么一回事。 那人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就是上次我陪女朋友去商场买东西, 正好看到了赵陆宇在爱马仕的装柜给苏施月买了这个包包。 苏施月,这包我记得明明就是赵陆宇给你买的呀, 这时的赵陆宇也从应酬的那边人群中走了过来。 我顿时明白了一切,苏施月不好意思丢面子, 就跟赵陆宇说了这个事情。 赵陆宇表面上答应得好好的, 暗地里找了一个朋友在此处戳破我, 想要当中给我难堪,真是个好计策。 你们在聊什么呢? 远处,一个漂亮的女人跟着赵陆宇走了过来。 一对标准的丹凤眼,穷比高挺, 丰满的上围,银翅细腰不堪一卧,此时美目流畔。 偏偏有着说不清的气质, 有点清纯,有点清冷。 她的美很是吸睛, 一下子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包括我的。 真是空谷幽兰的美人。 顾,顾和晚, 在场的男人无不呼吸一致, 像个矛头小子一样盯着她看。 就是苏施月的未婚夫送了她一个包, 那好像是赵陆宇买给她的, 你说是不是啊,苏施月? 苏施月的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的。 未婚夫,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顾和晚尾吊拖得长长的, 带着几分漫不经心。 偏偏她那双漂亮的眼睛羽毛般扫了我一眼, 让人心跳都露了半拍。 是吗? 我怎么瞧见的, 就是这位先生带苏小姐买的包呢? 巧了,那时候我也在尝。 更何况, 这包不就是这位先生拿出来的吗? 明明是温柔语气, 可是说出来就是让人不容拒绝。 是是是, 应该是我那天看错了。 陆休, 你跟我解释清楚, 你跟顾和晚到底是什么关系? 苏施月把我带到房间里, 哑着声音质问我, 眼里有着微微的慌张。 解释, 我要解释什么? 好像背叛感情的人是她才对吧?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不认识顾和晚, 也跟她没什么关系。 你骗人, 你要是跟她没关系, 那天她怎么会那么紧张地 把你送到医院来? 她一向瞧不起任何人, 这次却来了我的生日宴, 你敢说她不是来看你的? 你还说跟她没关系? 从她进入大厅的那一刻起, 她就总是往你这里看。 狐狸精, 说着说着, 苏施月情绪逐渐激动起来, 到最后竟然推了我一把。 她眼眶微红, 定定地盯着我看。 你不是不喜欢我吗? 为什么要这样一神异鬼的? 既然这么不放心我, 不如赶紧跟我解除。 话还没说完, 脑海中就想起了一阵电子音, 警告宿主, 不可主动跟女主解除婚约, 否则会受到惩罚, 该死。 这边苏施月的眼泪越来越多, 我真是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哭。 女人一哭, 我就开始心烦气躁。 是啊, 赵洛宇她对我那么好, 你看不见吗? 我要什么, 她就给我什么。 你呢? 你只会那些便宜货糊弄我, 真是无理取闹。 我现在几乎一无所有, 可赵洛宇她是个富二代, 我也曾经省吃俭用, 为了照顾她的虚荣心, 给她买过名牌, 结果她嫌弃那是名牌里的赐货。 现在要求我继续爱她, 像赵洛宇一样对她好, 满足她的虚荣心。 到底要我怎么样? 要不是系统, 我怎么可能在她面前这么卑微? 苏诗玥, 我跟你无话可说, 说完我便离开了, 再也没管她的生日宴。 陆修, 你跟那位千金小姐的婚事将近了吧? 是啊, 听说你昨天给人家过生日, 送了她一个十几万的包啊。 真的呀, 看不出来陆修你这么有钱啊。 唉, 她家要彩礼吗? 还是你入赘做上门女婿啊, 一进入公司, 昨晚的消息就像长翅膀一样, 飞得到处都是。 我文言只是甘笑了两声, 开始整理手中的文件。 众人见我不想作答, 立刻也拾去的各忙各的事情。 鼠标点击上头拍下来的文件, 我突然发现了一处不对劲的地方, 是一大笔信托基金的投资去向, 上头决定投H股, H股确实呈现较稳定的上升趋势, 但是这笔信托基金要求短期内就要看到成效, H股已经是强母之末, 后期难以上升, 甚至连稳定都成困难。 不对, 这笔信托基金应该投给K股才对。 张诚, 这个文件交上去了没, 我发现里面有点问题, 张诚愣愣地看了我三秒。 哦, 你说那笔20个亿的信托基金啊, 总管他们已经交了, 上座的经理他们正在开会, 文言我一刻也不敢耽误, 立即冲到高层干部门开会的地方。 先生, 先生, 我无视阻拦我的门口守卫, 实在是因为这个文件非常重要, 其差一步都会给公司带来巨大的损失。 只是我没想到, 办公室里坐满了人, 其中不乏几个熟悉的面孔, 有赵洛宇和顾和婉。 小路, 你怎么来了? 总管见我如此莽撞, 语气生硬地问道。 总管, H股不能投, 应该投K股。 什么? 在场的人瞬间都不淡定了。 赵洛宇轻蔑一笑, 身子斜斜地向后靠去。 我紧张地看了一眼顾和婉, 发现她没有什么表情, 只是认真的盯着我看。 早知道这次的合作对象有赵洛宇, 我还真不一定过来阻止他们。 顾小姐, 没想到你刚刚说过的公司里, 居然有这样的人才, 不仅能力不行, 而且还很自大, 众人发出一阵吃笑声, 总管更是过来要撵我走。 危急之下, 顾和婉愿意腾出时间, 让我分析一下为什么要投K股。 等到我演示过了之后, 众人瞬间开始动摇了起来。 她说的好像有点道理, 是啊, 听说是庆大的高材生, 头骨方面从来没有出错过, 赵洛宇放下的二郎腿, 恶狠狠地盯着我。 陆休, 请你搞清楚自己的身份, 这里不是卖弄你那点才学的地方。 顾和婉, 请你立刻开除这样的人, 不然我不能保证我能安心地寄托这笔信托基金。 赵洛宇下了最后通牒, 原先动摇的人瞬间一边倒向他, 毕竟谁也不愿意失去这笔大生意。 顾和婉浅浅一笑, 宛如洁白的莲花, 却又生人无尽。 既然赵总不想合作, 那就到此为止吧。 因为我也赞成投K股, 如果有机会, 我们下次再合作。 神, 什么, 顾和婉嘴角的笑容逐渐变了。 我说, 这次的合作停止, 有机会的话, 我们再合作, 会议室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事情之后, 我一直都在关注两只股票的走向, 冲动是魔鬼, 冲动是魔鬼, 可要是再重新来过一次, 我还是会冲到办公室阻止他们。 苏诗月的生日宴之后, 他整个人都变得神经兮兮的, 还要我每天报备行程给他。 早点跟赵洛宇结婚不就好了, 这样对我们三个人都好。 陆修, 你看这件西装怎么样, 我感觉好适合你啊。 嗯, 还不错, 我无心他手上的衣服, 只是敷衍地硬喝了几声。 那你快去试试吧。 适合的话, 我们多买几件, 你上班的时候换着穿。 啊, 眼前的苏诗月一脸期待地看着我, 直接让我瞬间清醒。 他是被什么脏东西附身了吗? 苏诗月将西装外套拿了下来, 轻轻推扫着我, 他毕竟二十岁出头, 身体柔软。 我一紧张, 直接把西装抓在了手里, 可是身侧突然传来了一股莫名熟悉的幽香, 转身竟然是固和碗。 苏小姐的眼光可真不怎么样, 陆先生明明更加适合这件西装, 她肩宽窄腰, 这件衣服的版型才能更好衬托她的身材。 苏小姐莫不是因为总是给赵洛宇挑衣服, 养成了眼光不太好的习惯, 顾和碗嘲笑她, 嘲笑得毫不费力, 眼睛完成了月牙, 竟然有了几分俏皮可爱。 苏诗月将我一把拉到她身边, 顾和碗, 这是我的未婚夫, 请你洁身自好, 好歹也是个名门千金, 可千万别做第三者, 顾和碗笑了笑, 李东美李苏诗月, 直接过来就将手里的外套披在了我身上。 她虽然身材高挑, 可还是比我矮了一个头, 将衣服披在我身上, 还要垫垫脚, 吃力得有些可爱, 鬼使神差的, 我很配合她, 好像我们是相恋已久的恋人一样。 衣服果然很贴身, 苏诗月站在一旁, 气得脸色煞白, 旁边的店员们也在小声嘀咕, 顾和碗, 你不要脸, 你抢我男人, 苏诗月气急, 直接扔掉了手里的衣服, 冲过来拽住顾和碗的头发。 下意识地, 我立刻去阻止她, 苏诗月, 放手, 我握住苏诗月的手腕, 防止她用力抓伤顾和碗的头发。 哪知顾和碗不甘示弱, 也抓住了她的头发。 局面立刻失控了起来, 两人互相撕打起来。 店员们见情况不对, 也开始过来帮忙, 来这家奢侈品店的客人, 非富极贵, 众人和丽江, 两人爆开, 死死拦住两人的腰。 两人平静下来后, 都头发凌乱地看着对方。 顾和碗原本顺滑秀丽的头发, 瞬间变得乱糟糟的, 像炸了毛的小猫。 我匆匆跟顾和碗道了个歉, 就被苏诗月连脱带拽拉走了。 临走前, 顾和碗还预言又止地看着我, 回去之后, 不可避免地又开始吵架。 苏诗月, 你明明不喜欢我, 干嘛不跟赵洛宇结婚, 我看你们也好事将近了。 既然如此, 我们杜如趁早放过彼此, 苏诗月冷冷一笑, 放过你, 你就可以跟顾和碗那个贱人远走高飞了是吧? 如修, 你告诉我, 你是不是因为我跟赵洛宇走得太近了, 你不高兴了, 所以故意气我。 他瞬间又换了一副面孔, 神色可怜了起来。 你心里还是有我的, 对不对? 你跟顾和碗逢场作戏, 就是想试探我的反应对吗?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情谊, 我不相信比不过你跟顾和碗的几次见面, 哦, 他真的看不出吗? 就算当初对他有那么一点点喜欢, 可也早就被他作媒了。 就算单身一辈子, 我也不想再跟他有任何挂格。 苏诗月的眼睛, 就在我的沉默中, 一寸一寸地暗淡了下去, 今天是股票开盘的时间, 紧张得我早早就到了公司, 观察股票的走势。 昨天跟苏诗月闹过不愉快之后, 我就决定把心思都放在工作上, 能不回去就不回去, 路过的同事拍拍我的肩膀。 怎么? 知道今天要被开除了, 早早过来收拾东西了。 我, 什么意思? K股到现在还没涨, 你让公司丢了那么一扇大生意, 你觉得你还能在公司带? 况且因为你, 公司高层居然决定拿出五个亿头到K股上。 K股要是崩了, 不让你赔得倾家荡产的就不错了。 这不是还没到停盘事件吗? 这么早下结论干嘛? 啊, 嘴硬, 到时候有你哭的, 那同事摇摇头离开了, 仿佛为我的不自量力感到好笑。 就在那同事走后, 总管过来找我, 在我耳边悄悄说, 陆修, 顾总叫你去他办公室一趟。 他办公室在十一楼左拐第一间, 我挑了挑眉, 顾总, 那不就是顾和婉? 我敲了敲门, 得到回应之后才推门而入。 顾和婉坐在办公椅上, 笑眼如花, 还是月牙一般的眼睛。 虽然在外是一副生人物尽的样子, 可是面对我, 她好像出来没甩过不好的脸色。 你来了, 顾和婉小跑到我面前, 语气欢快, 有点小鹿的纯真。 嗯,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似乎昨天的尴尬都是一场云烟, 面对她我总是不自觉地把语气放柔。 我想让你跟我一起看看两只股票, 我担心你在办公室, 旁人会对你说闲话, 叫你伤心, 她不好意思地笑笑, 似乎在嘲笑自己的幼稚。 那一瞬间, 我的心脏像是被什么东西击中了一般, 发出砰砰砰的声音。 如同春雨滋润过我的心田, 一瞬间, 那块地方变得柔软无比。 距离股票停盘时间还有两分钟, 屁股始终不见半点起色。 没关系, 我相信这只股票会起来的, 顾和瓦安慰着我。 可是如果投资失败, 就意味着公司将损失五个亿, 同时损失的还有公司的信誉。 失去信誉, 就没有大公司再愿意找我们合作。 一旦失败, 几乎面临破产倒闭。 我和顾和瓦坐在办公室里, 期间我时不时地偷看她。 我承认这么严肃的环境下, 我应该聚精会神地看着股票, 但她的美实在是让人难以忽视。 别看我了, 看股票, 额被发现了, 我尴尬地把视线转移到股票上, 突然我们又互相对视了一眼。 股票起来了, 一瞬间, 我甚至能听到楼下办公室传来的惊呼声。 K股在最后的半分钟, 居然足足上升了104个点。 我不知道我今天是怎么下班的, 同事惊讶于我的惊人的判断力, 纷纷向我取经, 问我怎么能判断出两只股票的走向的。 我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当初能进入全国顶尖大学, 庆大, 就是因为我对数字变化的敏锐嗅觉, 到最后以金融学专业排名第一的理想成绩毕业。 没有什么技巧, 我就是能预判股票的走向。 我的公司是大赚了一笔, 只是不知道赵洛宇的公司得有多大的损失。 想一想, 我真是忍不住要幸灾乐祸, 可是一到家, 我才发现事情比我想象的复杂。 你说什么? 赵洛宇的那笔信托基金里, 有你们家的十个亿, 眼前的苏诗月在我面前快要哭成了泪人, 双手捂着脸颊, 呜呜地哭着。 他说这只股票肯定能赚的, 我们家一直都是在跟着他赚钱, 本来我爸还有犹豫, 都是我害的。 都是我劝我爸, 叫他投资十个亿的。 怎么办啊, 陆修, 赵家不会破产, 但是我家就那么多钱, 我们家肯定会破产的。 我不想, 我不想再过以前那种苦日子了, 能怎么办? 谁叫你害人不前? 正在我为苏家感到惋惜的时候, 苏诗月像是想到了什么一样, 慌忙擦干眼泪。 陆修, 你一定会帮我的, 对不对? 你去求求顾和晚, 让他借一笔资金给我们运赚, 只要五千万就可以。 五千万, 对他来说就是一个零头。 陆修, 你不会让我家破产的, 对不对? 他那么喜欢你, 一定会答应你的。 他是怎么想出来这个损招的? 我刚想拒绝, 苏父苏母突然又冲了进来。 苏叔叔说, 小陆, 求求你了, 我苏家这次要是渡过难关, 我直接把苏家所有的产业继承给你。 我一大把年纪了, 经不起折腾, 我的女儿也会交给你。 小陆, 诗月之前是对不住你, 但是你能能不计前嫌, 帮帮我们, 苏母更是夸张, 她直接跪在我面前, 向我求情。 我再怎么不喜欢她, 也不能让一个老人给我下跪。 此时我的心里满是愤怒和恶心, 正常人都会拒绝苏诗月的请求。 可我不是正常人, 我只是一个被系统绑定的傀儡。 我是苏诗月的舔狗, 为了她, 我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如果拒绝苏诗月的请求, 我也会心急而亡。 我累了, 真的好累, 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样的日子? 要我答应帮你们也可以, 但是我也有一个条件, 就是要苏诗月嫁给赵洛宇, 心口立刻传来了一阵疼痛, 无所谓, 这点疼死不了。 苏诗月本来还抽抽叹叹地哭着, 愣了两秒后, 立刻大喊了一声, 我不嫁。 陆修, 我不要离开你, 你别想着跟顾河晚结婚。 你给我闭嘴, 苏福已经是在暴怒的边缘了, 盛怒之下, 狠狠地扇了苏诗月一个巴掌。 苏诗月不敢置信地看着自己的父亲。 好, 我答应你, 只要你能帮苏家解决危机, 诗月嫁给赵洛宇, 你们解除婚约, 苏家也会给你一大笔赔偿, 很好。 我捂着心口, 立刻掏出手机, 给顾河晚打电话, 生怕他们会反悔。 我按掉约定, 来到了顾河晚安排好的餐厅。 位置是在顶楼, 繁华夜景尽收眼底, 微风吹过, 只有我们两个人。 可我现在无心欣赏风景, 一想到我要跟顾河晚说那样的事, 我就感到难过。 那样美好的人, 我怕他瞧不起我。 顾河晚今晚穿了一件修身的连衣裙, 画了一个淡妆, 看上去感觉就像久别重逢的初恋。 我的心更加沉重了。 他似乎真的饿了, 上来话不多说, 就开始吃饭, 嘴巴塞得像只小仓鼠, 眼睛里只能看得到食物。 噗哧, 我实在没忍住笑了出来, 实在是他嘴巴一动一动的模样, 太过可爱了。 哪知他又笑弯了眼睛, 终于见你笑了, 感觉你今晚藏了好多心事, 闷闷不乐的。 他凑近我, 好奇地盯着我看, 像是要看穿我一样, 睫毛像蝴蝶翅膀一样扇动着。 我深吸了一口气, 我想, 我想跟你借五千万给苏甲, 等到他们这次资金累积解决了, 就会还给你, 话是一口气说完的, 就好像有人拿刀架在我脖子上一样难受。 顾河晚的笑容慢慢消失了, 月牙一样的眼睛失去了光彩。 他拿起酒杯喝了一口酒, 加上之前喝的, 现在的脸颊已经红扑扑的了。 我真该死, 我就不应该答应苏佳人这样无理的要求。 你就这么喜欢他吗? 神, 什么, 顾河晚的眼睛一下子就水光盈盈, 好似受什么委屈。 为什么这么喜欢他? 他有什么好的, 值得你过来跟我求情。 我难道不好吗? 他说着说着, 好像要哭了出来。 我立马慌了。 不是的, 不是你想的那样。 只要给他们五千万, 他们就会跟我解除婚约, 让苏诗月嫁给别人。 顾河晚听完歪了一下脑袋, 他可能也不理解, 我为什么不能单方面解除婚约吧。 好在他终于破题为笑, 试探性地将手搭在我的手上。 月色倾斜, 我反手便把他的小手包在了手心里。 台上的苏诗月即将和赵洛宇交换戒指, 可他却一直盯着我看。 昨晚他发来消息, 只要你来找我, 我就跟你私奔。 我长得很像一个寿虐狂吗? 好好结婚, 我回复了四个字, 便关机睡觉了, 那边也在无消息。 不过第二天, 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 我还是去参加他的婚礼了。 我不仅去了, 我还带着顾河晚一起去了。 台上的他们在交换戒指, 台下的我们在拉着手说悄悄话, 直到肆意让他们当中亲吻, 苏诗月终于不肯配合了。 他眼泪缓缓流了下来, 妆都哭话了。 诗月, 你干什么? 苏父咬牙切齿地提醒他, 苏母也是一脸担忧。 赵家虽然元气大伤, 但也是现在的他们得罪不起的。 苏诗月再也忍不住了, 提着婚纱裙摆向我这里跑过来。 台上的赵洛宇已经是面色铁青, 但是我已经无所畏惧了, 因为他们已经领了结婚证, 已经是合法夫妻了。 我早就自由了。 入休, 我不想嫁给他。 你带我走好不好, 他说出这句话, 周围的人瞬间沸腾了起来, 像是凉水溅到热油里, 哗啦啦作响。 不好, 我与其冰冷, 周围的人都在看热闹。 我发现, 自从跟这个女人搭上关系, 我就经常被当成猴子一样围观。 我爱的人一直是顾河婉, 我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不在, 我可是很爱细羽毛的, 我拉着顾河婉酒往门外跑, 生怕被什么脏东西赖上。 身后的苏诗月突然蹲在地上, 嚎啕大哭了起来。 众人的讥笑, 苏夫还有赵洛宇的谩骂, 汇聚在了一起。 三个月后, 我再次收到了苏诗月发来的消息, 能见一面吗? 一面就行, 我再也不会打扰你。 而此时此刻, 顾河婉正在和我准备去夏威夷旅游的东西。 不去, 我简简单单地回复了两个字, 幸福人生再向我招手。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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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